今天又是小香蜂的妹妹 但妳的圍兜兜怎麼被染成粉紅色了 這個粉紅香 安妮知道妳今天要幹嘛嗎 對 又要打針囉 今天的針比較痛喔 妳會怕喔 Good Morning 又是嶄新的一天 好快喔這次 Riley又要來打針了 對 其實才隔兩個禮拜 這次是要打五個月的卡戒秒 卡戒秒跟其他的一秒是不相干的 所以可以不用隔時間 但是今天是大魔王喔 對 魔王關卡 她不知道會哭多久喔 之前幾次都哭得很快 可是這次真的應該是比較痛一點點 而且這次是打手臂 手臂比較痛 那我下個禮拜剛好要出國 我沒有問一下醫生說會不會有影響 然後說基本上三到四天之後就不太會了 主要是後面好像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她會開始化你 所以就是照料上的問題 對 就是妳在照顧她那個傷口 再稍微注意一下就好 嗯嗯嗯 走吧 只差兩個禮拜應該差不了多少 還是要踩踩 嗯嗯嗯 那我們會泡個0.2至6.7公斤 還是還是有變重 身高的部分是64.5公斤喔 開一下口頭 好 快好了快好了 好 待會就放爆囉 41公斤喔 比溫365公斤 可以放起來了 謝謝 今天打完以後回去的一個照顧的部分 待會我們會在小朋友的左手臂這邊打針 打針完會有一個白色水泡 那裡面是藥劑 回到家其實會看到水泡就不見了 嗯 那陸陸續續大概3到6週的時候 有一些人的傷口啊 可能紅腫 瘀青 甚至有化膿的現象 這些都是正常的 那有到化膿的話 我們的一個就是照顧的部分就是 它沒有破掉都不處理它 但是一旦破掉的話 我們可以用無菌的紗布或棉球把膿吸乾淨 保持傷口的乾燥 也不用包紮 也不用塗任何的藥喔 就是保持乾淨就可以了 但因為這個區段是一個反覆的 所以看到破掉結痂完以後 又過沒多久 又會開始化膿的話 都是正常的 然後大概陸陸續續四個月之後呢 藏口會慢慢像我們的大人的 跟爸那樣子的 可是如果說它的中間過程中 有腫到這麼大 我們可以回來看醫生 或者到大醫院的小兒感染科 讓醫生做個評估 謝謝 謝謝 好嗎 今天還好嗎 還好兩個禮拜前才來看過 好嗎 Yahy Yahy 嗯 呀 那食物吃得如何 食物目前吃到那個 十倍中 十倍中 前面先讓他喝一點點那個湯 然後覺得他可以接受之後 我就開始拿那個飯給他吃這樣 OK 就注意那個醜入太醜也會嗆到喔 嗯嗯 太細的時候他就 就 對對對 一開始太細他真的全部吃掉 所以現在還不適合吃那種 煙煙的對不對 可以啊 已經可以吃了嗎 五個月可以啊 單一的那種 單一的料理包就好 不用換口味 因為農人家那種一定是 調理好有可能要三十種 成分在裡面 對 我一開始還是不要完全 喔 大部分我的建議就是 白飯 你家已經三天五天差不多OK了 我覺得蔬菜 下一步是蔬菜啦 你應該可以放那個白菜 喔 對啊 但是蔬菜我覺得可以試試看五種 嗯 每種試大概兩天 好 然後這也是這樣 兩天試一種 然後試五種 嗯 然後就十天 嗯 其實這樣的話就等於二十天 嗯 然後再到月底就開始蛋白吃 包括蛋也可以喔 嗯 是蛋黃鮮 然後蘸蛋白 喔 這邊看一下這次卡芥苗 嗯 然後呢 他還冰在專用冰桶裡面 開篇提供三十個小朋友做事 嗯 卡芥苗有效日期在這裡 OK 好那我先幫他準備囉 謝謝 我們待會的話就是這樣子 好 他也 好 這隻手 好 好 然後這隻手 腰跟屁股不緊就可以囉 好 這樣子好 是喔 謝謝 謝謝 幫我拍空片 待會兒先小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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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等一下就往你手上跟屁股 那你們稍微幫我往後靠喔 好 那我們這邊會幫你拍照 露營 好 好 好 你就幫好就可以了 好了 你笑笑喔 哈囉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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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抱緊喔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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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來嘍 好啊 Yeah 別的問題想問的嗎 他可以吃那個 寶寶的米餅 還不行 滿六個月到七個月 他團腿的時候手這樣撐著 就看他這樣撐著 穩定不穩定 撐著之後他這樣 就只有一半 所以表示還不行 他可以做的是 背是九十度停止的 一個時候可以自由移動 然後桌上的東西 然後放嘴巴 這兩盤都符合才可以 謝謝 那我們下一次又要回去士領嗎 要 那我在前面跟你聯絡 來偷看一下 真的不見了耶 剩下那個紅色打針那邊 會有一點點血跡 對 然後白色那個大泡泡 剛剛他說那個是藥 他就已經吸收進去了 很快 再來就是看他那個恢復 因為恢復要蠻久吧 我記得要一兩個月 然後如果有 之後有農 他結痂什麼更久 對對對 那我印象中 哥哥都沒有化農 他們都是紅點間到結痂 哦 那這樣比較好 他們兩個都算好照顧 這樣比較好照顧 對啊 那我們就持續記錄一下 Ready這次打卡戒苗 然後之後的照顧的狀況 打完五個月卡戒苗 過了兩個多禮拜 嗨 我們一直在等什麼時候可以記錄 因為其實卡戒苗 就是要等到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之後 他才會有一些不同的變化 有些人像醫生說會 開始化膿 化膿 然後會有一個像水泡的感覺 然後會有一顆 種起來比較大 那我們觀察兩個多禮拜 我們家Ready來看一下他的傷口 阿梅就是小小的一個點點 沒什麼反應 小小的紅點 那個紅點也不大 傷口招呼上 我們因為這樣子也比較 沒有什麼困擾 真的沒有困擾 因為就是洗完澡要把他擦乾 是乾燥就好 然後他也沒有什麼化膿 要去幫他擦 還是說要去幫他做一些什麼處置 也都沒有 嗯 算是蠻幸運的喔 對啊 但之後就跟我們所有台灣人的印記一樣 他就是手上會有那個疤 對疤 對 相信如果之後有要生小孩的媽媽 可能也會想要關心一下 到底什麼是卡戒苗 然後可能我們小時候打過 長大也忘記了 所以這支影片就給大家參考一下啦 沒錯 但每個人遇到的狀況呢 真的還是很不一樣 所以有什麼任何的問題的話 今天還是要問醫生 對問醫生還是最準的 我們只是個經驗分享 我們不是醫生 對 他應該是不會再有什麼變化了 對耶 不過我覺得他很幸運耶 他打的所有針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反應 他連發燒也都沒有 我記得格格有一支針有發燒 但是後來就沒有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準備要迎接Riley六個月啦 好快喔六個月了 要進化了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啦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分享按讚喔 下個影片再見 好 掰掰 別說掰掰 這裡 掰掰 掰掰 他現在會打你的鏡頭喔 你小心 掰掰 說掰掰 掰掰 他打你鏡頭了 掰掰 他想拿來吃 什麼都拿來吃的事情 他現在什麼都要拿 對 他現在真的進階到這裡了 有些模特兒的媽媽 知道他長大以後 讓他小朋友當模特兒 他就不會讓他去打卡天鳥 對 因為會有疤痕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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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打嗎 呵呵呵 你想要讓他當模特兒是不是 也是沒有啦 他可能長得也不夠高 我們兩個又沒有很多 欸 不一定喔 泰底出後順 好吧 好吧 那你打到170 好吧 輪廓 好